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我们说说近期泰国警方对非法签证和超期拘留的严打行动 这个话题也是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 当然我们还是从我的老本行,也就是新闻报道的角度来出发 并不是说我听说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据说据传言怎么怎么样 今天的话题主要分为三大块 第一,我们梳理一下最近一个多月 关于此次签证严打的泰国媒体的报道 第二,我们看看这次严打是否针对中国人,是否有排华的嫌疑 第三,我们看看目前哪些签证的办理受到影响 严打是否已经接近尾声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跟大家通报一个暂时无法证实的消息 泰国媒体在12月9日的一则新闻中有这样一句话 大约就是说移民局在全泰范围内打击非法外国人和签证超期拘留者的行动已经接近尾声 这个消息是出于媒体的猜测,还是在某个特定渠道流出的 现在还不得而知 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会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说到非法签证和超期拘留 我们就要知道泰国警方对这样的行为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力度 这里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于逾期拘留的外国人向泰国移民警察自首的情况下 逾期少于90天将被处以每天500泰铢的罚款 最高是2万泰铢 逾期超过90天将被进入该国一年并处以2万泰铢的罚款 逾期超过一年将被禁止进入该国三年并处以2万泰铢的罚款 我们看罚款基本上都是2万泰铢顶格 只不过根据你超期的时间长短 禁止进入泰国的时间有所不同 超期三年的将被禁止进入泰国五年 超期五年的将被禁止进入泰国十年 但如果不是主动自首 而是被泰国警方抓捕的情况下 处罚力度显然要大得多 超期时间一天至一年将被禁止进入泰国五年 并处以500至2万泰铢的罚款 超期超过一年的将被禁止进入泰国十年 并处以2万泰铢的罚款 以上就是泰国警方对于超期非法拘留的一个处罚力度 如果大家不小心忘记了去续签 如果是在90天之内的话 没有关系 抓紧去移民局给他们说明 这样的话交一部分罚款之后 还是可以继续待在泰国的 但是超过90天之后 那就很难逃脱被驱逐出境的结果了 好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先说第一部分 最近这次严打行动的相关报道 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变得非常密集 首先是从泰国警察局副局长苏拉查特开始的 11月4日 泰国媒体报道了苏拉查特的一段讲话 他说 要让优秀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 不要让制造混乱和破坏我们国家的罪犯进来 从现在开始 全国各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和检查站 都必须搜索定位 清除和逮捕任何逾期拘留的外国人 这些人可能是逃亡的罪犯 从苏拉查特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这次打击的首要目标是罪犯 而签证是找到这些罪犯的最简便的途径 11月8日 媒体报道了巴提亚 逾期拘留德国男子被捕的消息 这位德国大哥首先是骂街 然后放狗 后来又把房子点着了 爬到房顶上之后 他又拿着刀要自杀 一通骚操作把移民警察基本上是整蒙了 期间移民警察还叫来了消防车 给他的房子灭火 对峙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警察才成功的把他拿下 11月13日媒体报道 警察通过在LAN上发现的一张枪支图片 顺藤摸瓜在普吉岛抓捕了另外一名德国人 在这里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发个小提示 LAN其实在个人隐私方面并不是完全安全的 但是比微信要好很多 这名德国男子的签证也已经超期了 不但非法持枪 还在他的家里搜出了毒品 11月21日报道 泰国警方在曼谷一所公寓内逮捕了一名中国籍男子 由于他是法轮功的信众 所以长期以来他都不敢回国 他的签证在这里已经超期了7年 11月25日报道 泰国一名警察在帕岸岛逮捕了一名俄罗斯人 签证已经超期29天 还有一名法国人签证超期93天 此外还发现了一名老国人 他压根就没办过签证 11月30日报道 一名韩国女子从他老乡那里偷走了价值530万泰铢的汽车和手表 他老乡去报警之后 警察抓捕了这名女子 然后发现他的签证也已经过期了 过期的时间已经将近6年 12月7日在泰国四色局府 一名英国籍男子签证超期75天 虽然他给移民警察解释说 他非常热爱泰国 所以舍不得离开泰国 但是警察才不相信呢 这是鬼话 你骗鬼去吧 同样是在12月7日 还有一则报道 在罗永福的一家餐厅内 警察逮捕了一名中国籍男子 他的签证已经过期401天 12月8日报道 泰国警方在帕岸岛逮捕了一名科威特人 他的签证已经超期16天 就在同一天 因为签证超期 一名瑞典通缉犯 在华新的家中被捕 12月9日报道 在苏美岛抓到了一名波兰籍通缉犯 他在青莱府办理了学习签证 但是由于没到学校上课 当地移民局吊销了他的签证 警察顺着他的旅行路径 很轻松的就在苏美岛将他逮捕 然后惊人的发现 他居然还是红色通缉令 追捕的国际逃犯 同样是在12月9日 在泰国的朗开府 一名中国职业求员 在街头非法售卖彩票的时候 被警方逮捕 他的签证已经逾期超过7年 12月11日 一名南非人在普吉岛被捕 他的签证超期六个半月 他说他没钱办理长期签证 也没钱买机票回国 很显然没钱这个事 谁也没办法 12月13日 一名挪威人因为签证超期15天 在苏美岛被捕 以上大约是12条 对于近一个多月以来 泰国警方对非法签证和逾期拘留 打击行动的报道 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分析的事实依据 紧接着我们聊第二个话题 这次严打是否针对中国人 算不算是排华 以上所有的报道 我都是采用的一家媒体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的标准和口径比较统一 当然在这次严打中 因为签证超期而被捕的人 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一共12条报道中 涉及中国人的报道有三条 我先不说泰国警方 在这次严打中 是不是针对中国人 至少从这一家媒体的报道来看 并不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群体 在12则报道中 德国人也占据了两席 在泰国生活的中国人和德国人相比 那绝对不是一个数量等级 从新闻报道的比例上来说 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泰国 还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并没有对泰国的社会治安 经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从现在媒体报道的风向来看 这次严打不会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仅仅是就事论事 有个别大量逮捕华人的案件 泰国媒体并没有扩大宣传 泰国警方和媒体 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注意分寸的 今年19月 泰国所有卖给外国人的房产中 中国买家占了将近一半 疫情之前的2019年 泰国所有入境游客中 中国游客占比25% 在泰国全部近7000万人口中 华裔泰国人约有900万 这么大的一股力量 不管是合法投资方面 还是旅游贡献方面 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 至少在近期看不到任何排华的理由 当然在泰国的民间 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个别现象 但不是趋势性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在这次签证严打中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灰产 在曼谷清迈巴提亚 由于涉及到灰产 有不少中国人被捕 但这些情况都是涉嫌违法在先 被捕之后才发现签证有问题 跟因签证违规而被捕 再牵扯出犯罪的情况 正好是相反的 正是因为灰产过于高调 频频触及泰国法律 而泰国警方又发现 这些从事灰产的人群 签证往往都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样一挂钩 泰国警方就发现 通过签证倒查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所以灰产才成为 这次签证严打行动的直接导火索 通过签证倒查 对于泰国警方来说并不难 每个外国人入境都有签证记录 进入泰国之后 不管签证怎么变化 转来转去 总是存在有效期的 只要超期了 移民局就有记录 拿着这个记录 去跟出境记录相对比 就可以发现 哪些超期的签证 现在并未离境 那这些没有出境记录的 超期签证持有者 就是这次严打行动的主要对象 也就是说 泰国警方手里有名单 只是需要解决 人在哪里的问题 在这次行动中 有一个特别之处 也是泰国媒体 并不太赞同的一个手段 就是使用了面部识别系统 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 这次行动中 多地移民局都出动了面部识别车 这些车辆设备 大多数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停留 特别是居住中心的商场 超市便利店这些地方 一旦扫描到的人脸 和警方手里的名单相匹配 那就很容易锁定目标了 泰国媒体之所以 不太赞同这个手段 是因为他们也清楚的意识到 面部识别系统 涉嫌侵犯个人隐私 有英文媒体暗示 面部识别系统 是泰国的老大哥提供的 是谁我就不用多说了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 泰国在各个领域 都与这位老大哥有所相容 但目前多数领域 还是处于容而为何的状态 这就是泰国政府拿的严的地方 最后我们再说说 这次严打行动 对签证的影响 我所了解的信息并不全面 而且每个府的政策 都会有所差异 我就知道多少说多少吧 据我所知 目前受到影响的签证 主要是养老签和学习签 其中学习签的新办和续签 在有些地方已经暂停了 养老签的个别办理条件 也变得更为严格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 而且这次严打 在很大几率上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还是通过新闻报道 来进行分析 第一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对于非法签证案件的报道 早期的案件 基本上都是在嫌疑人的家中 实施抓捕 也就是说 事案人员是基本没有防备的 到后来 有些嫌疑人开始向偏远地区移动 并且有意识的躲避风头 因此继续严打下去的话 收效也不会太大了 第二 曼谷邮报13日报道 泰国徐大亨出危宣布 将在本周最后一次揭露中国灰产 接下来的重点将转向 监督泰国警方的查处力度 我们前面说了 严查非法签证和逾期拘留 是由于打击灰产引起的 一旦这个源头被控制住之后 由他所引发的事件也会逐步走向平缓 第三 12月12日 泰国媒体报道 泰国警察局局长苏瓦宣布 将亲自接管调查中国灰产的案子 副局长苏拉查特将不再负责这一系列案件 这将成为苏瓦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大案要案 因此像之前一样疯狂的新闻报道和炒作 基本已经结束 案件转向深度调查和搜集证据阶段 其实就是开始平衡各方的利益 第四 12月3日 泰媒曾报道了中国灰产和西纳瓦家族的关系 政治目的也极有可能是本次打击灰产的推动力之一 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警方曝光了大量灰产持有的地产 其中就涉及位于曼谷的SC资产公司 而泰国前总理他信家族 对SC资产公司的持股超过了60% 因此 维泰党与灰产之间的关系也会让人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 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 还是为了保护泰国社会经济的稳定 打击犯罪都是理所应当的 打击灰产也是有理有据的 由此所引出的签证严打行动 在持续了两个月之后 也将随着灰产案件转入深入调查而趋于平息 这就是我结合自己所掌握的一点点 新闻传播方面的知识 结合泰国媒体的报道 对泰国严打签证这件事情 做的一个梳理 我们可以回顾泰国警方的所有行动 不管是打击灰产 还是打击非法签证 抓捕的所有人都是违反了泰国的法律 因此这次打击行动 对于绝大多数那些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在泰国生活的中国人来说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大家也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